哈喽,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我们本期视频,第灵局,我们执行一个掐断 黄盖苦死了,不是,黄盖在苦死之前 把这个连弩用马车运给我们了,那非常好,非常好 那当然他如果在孙奔那个位置的话,也可以吐主攻 当然他把连弩给我们,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那就等着我们开启排队模式 那当然我们这里卖一下也行 毕竟我们路神是半个卖血流武将 那反贼全都我们的队友都死亡了 三个队友都死亡了 那只剩下我们一个好关于黄盖 来啊,我们会为你报仇的啊,我们会为你报仇的 哈,那去打一个生笨啊,我告诉你,生笨这局其实是内奸 过河拆桥,来,连弩 杀 我告诉你,离点已经没有闪了,离点已经没有闪了 破杀 那这样的话,主攻死于嵌血状态啊,那我们开蓝蛮放出去,不一定打得死主攻啊,但是万一我们蓝蛮开出来,又摸了 破杀呢,我们再说,我们还有马车都没杀牌呢啊 好,那主攻啊,死于嵌血状态啊,主攻死于嵌血状态啊,当然这个路神的主主角是我啊,是我啊,是我啊,好,好,我们 我们,第零局过后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啊,锁定记,描祖啊 那主攻会选谁呢 啊,主攻选择了一个 大公皇帝啊,大嘴 弓箭手,准备犯箭啊,我们一个三号位,选一个假大爷啊,选一个假大爷 那起手啊,就脚气卡,刷刷刷啊 诶,这我感觉看到了方天一艘死瑞的节奏啊,方天一艘死瑞的节奏啊 命,既然是一心向北,狱兽就卖一下吧 全都去死吧 弓箭手,哦,准备犯箭,那他放黑箭 我们可以免疫啊,我们可以免疫 帷幕啊,帷幕神迹 诶,这 这,袁绍都裸门了啊,来,锁锁连环,冰凉寸断,9,方天一艘死瑞 啊,方天一艘死瑞,你狱兽如果是反贼就给我掉血啊,给我掉血 这,那我们赌一个吧 神仙难救啊 曹冲其实是有杀的啊,曹冲其实是有杀的啊 那如果,那如果曹冲如果没杀的话呢,袁绍 他也死了啊,也死了 好,那我们 第一局赢了啊,前面两局赢了啊,我们为后面的两局啊,搏一个好彩头 好,这是第二局啊,这是第二局 看,我们是个二号位的大忠诚,主公选择了的刘老板啊 那,是不是要搞个鸡啊,选个寻遇啊,选个寻遇啊,当然啊,刘备局寻遇不一定是忠诚啊,不是百分之百是忠诚啊 那这个刘备其实 很明确啊,他看到寻遇不是很激动啊 不像有些刘备,看到寻遇就 为贤为德,能胡于人,就一把牌全都塞给他,然后再哈一刀,那人家寻遇就是不给你补啊,你呢怎么样,人家寻遇就是反贼啊 那这个刘备头脑还是挺清醒的啊,我们先等一轮 那这陈谱肯定是 过差一过差二,一个大欢迎,一个大欢迎 皇位是我的,皇位是我的,天下也是我的 那这个远位的曹昂,我不知道他选出来干什么啊 拿着忠诚嘛,选远位曹昂也保护不了祖国 南门入侵 那从他开南丸的情况来看 有点跳内啊,我们就暂性给他标个内 杀身成人 独负皇恩,那这一次我们肯定要卖了啊,我们有沈嘉仪 的保护 沈嘉仪的保护 顺手赞扬 那刘备这一轮你们可以 你可以 那个安心的啊,为贤为德,能胡于人,以德胡人 禀将军,敌敌汉,谁杀敌更多 这个乐 太那个了啊 太那个了啊 好那反贼啊,赶快都跳出来啊,反贼赶快都跳出来 9 9 哈,你只能哈香香啊 那香香这一轮是反贼恩,是内奸的话 那他是忠诚了 那我就怀疑他为什么远位选个忠诚 远位常选个忠诚 你,你是不是欠揍啊 欠揍 那这一轮留个桃子啊 诶,张忠不可 9 那 贾大爷把 乱武开了啊 把大开了之后 我们留一个桃子 就不怕他那个了啊 就不怕他 开乱武了啊 他乱武已经开完了 那个灯泡已经灭了 那我们这一轮的目标就从贾许开始吧 从贾许开始啊 从贾许开始啊 过和拆桥 这拆我们捡一码没意思啊 应该拆手拍啊 拆手拍 应该黄中有距离啊 元素也有距离 为贤为德 能乎于人 以德乎人 中中生有 借刀哈营 乱世豪极 刘备是不会给你激将的啊 刘备是不会给你激将的啊 虎虎伤敌 宝宝直播 这 没啥能看 那我们把方天藏一轮啊 我们把方天藏一轮 到时候啊 我们配合一个手牌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如果有什么多余的闪啊 我们可以驱虎驱掉啊 然后再 响响响响 方天 一扫 死雷啊 方天一扫 死雷 打死你们这些大坏银啊 打死你们这些大坏银 哎 这曹王要死了啊 曹王要死了 当然 这局我们也 本来就没指望 靠他啊 你如果 远位的曹王他能有什么 是吧 来 方天 一扫 死雷啊 这陈朴 这陈朴你别看他有一个久久啊 他 其实 离死亡线已经 非常近了 已经非常近了啊 那我们就等刘备这轮有什么 什么输出啊 决斗啊 难瞒之类的啊 路径快走 请快走 有我殿后 冰将军 还是 你赢了 我觉得这个桃子 刘备应该不要救他了啊 不要救 救那个藏了啊 刘这个桃子还不如救我们 这藏的话 还有后面还有私侧和 假许啊 嗯 这马车在反贼手里 转起来 不好啊 不好 嗯 这好歹假许没距离啊 假许没距离 有距离他就盯着我们干了 盯着我们干了 以德湖人 来刘备 Please Look here Look here 一个 这桃要补啊 吃了 留在手里 万一 陈朴啊 陈朴来个顺手天阳你 还不是那个 还是被顺了啊 被拆了还好啊 被顺了你就那个了啊 你哭都来不及 哭都来不及啊 九 哈 那 凉血肯定是那个了啊 别救了啊 还救 那你刘备 救草的话 证明你还有桃子啊 桃子 非常非常的多啊 能 能 云人 以德湖人 能 云人 渐渐齐发 来 开个渐渐齐发啊 那这一轮 九杀 方天啊 那你别说 你们三个反则 每一个都逃得掉啊 肯定有一个会逃不掉啊 我敢打赌 孙笨肯定逃不掉啊 方天 地烧死锐啊 你臣服有酒 有酒都救不出啊 再说你只有一个啊 你还赌 你甲虚又逃 甲虚又逃早就救了啊 早就救救那个元素了 这给朝昂打无险啊 就无脑的啊 哎呦 这我们要小心一下 朝昂来赶快把假雪做了啊 万一一个酒杀的话 刘备就死了啊 王杀了 来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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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朝昂 通到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 那杀假雪不一定能杀得中啊 但是杀徐玉肯定能杀得中 那我们一脉再给刘备补物章 那我们就不考虑 那甲徐能把刘备给杀完杀了 中中生有 雷哈 没有酒了 不服伤敌 这个台词我不是很清楚 那甲徐被我们非常强大的气势 被我们溜狗组合的强大气势给吓得 把白内裤举起来了 把白内裤举起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把录像 下一把录像也是最后一把 也是最后今天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 这主公选择了一个最近出场率比较高的 曹瑞 也不算是新武将了 我把鼠标放在这 不熟悉的大家打个不熟悉的玩家打个暂停 看一下我就不介绍了 那曹瑞起手 忙了这墨哈卫的服完 也对啊也行 那这一轮如果偏中成脸的话 李典和蔡文姬是有点偏中内的 有点偏中内的 那曹瑞把牌拳的分光测毕竟会 像有些玩家啊 有些反贼啊会盯着他的 然后蔡文姬来个悲歌的保护啊也行 过河拆桥 那蔡文姬很不给面子啊 就直接把曹瑞的拆了拆了曹瑞的牌啊 好反贼身份一跳啊 是我们之谈的 好 嘿 这路神啊 人家庞统集水来试验一下你的身份 你你真耐不住寂寞啊 把 就给曹瑞补牌了 给曹瑞补牌了 呵 那庞统正好 我正好没有 没有敌人呢 你你自己跳出来那就 找打啊就找打 会话少说 放马过来吧 9 火杀 有朱雀有扇啊 砰 直接 直接把你路神打的球桃子 你信不信啊 那我们就过吧 如果曹瑞这局 保养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这局装一把身份啊 让曹瑞保养我们一下 那也行啊也行 你智子八排西啊 来背一个 把你的牌全都耗完啊 那毕竟这个曹瑞啊 是四血 还有一个限定剂啊 他的主攻技啊 也是比较难打的啊 这里点刚刚没打主攻 是不是也跳一个中内啊 那不管啊 我们这一轮把借路神给收了啊 看完有没有机会把路神给收了啊 这 你怕他千训就不连了 你如果再出一张草话 把主攻也连上呀 哎 这 你找死啊找死 谁敢在我身份 火山 你还敢在裸夷状态下的许楚挂藤甲 你是嫌命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路神 好 那你这一轮没有 没有闪的话 估计 来呀 那可惜啊 可惜这张不是普杀啊 这张如果是普杀就 哇 又是 又是 又是三血啊 裸一啊 我们回合外也有裸一状态的啊 回合外也有裸一状态的啊 不是标率 标取出啊 不是标取出 那他这一轮把牌给了 李典 估计李典要打一个 伤害了啊 来火杀一 这是他怂呢 还是他 我敢堵他手里肯定是有杀的啊 他 他估计怕失去技能 估计他是内奸啊 估计他是内奸 估计他是内奸 杀 大展红图就在今日 那我们这一轮就不裸一了啊 就不裸一了 你李典 不谢蔡文基的桃图没意思啊 没意思 好 这不把南蛮开出去啊 这不这不先把南蛮开出去 先杀先杀浮丸啊 差评啊 真差评 这两个忠诚一中一内 你是忠诚的话就要把蔡文基杀了呀 把蔡文基杀了 我告诉你蔡文基不杀的话 你打反贼根本就打不实陈了啊 真打不实陈 杀 打他求逃啊 打的求逃 那他当然还有一个限定剂啊 也是他的主攻剂 刚刚 他有出了一个9 然后我们一次性对他造成了3点3点伤害啊 他判了黑就摸了三张牌啊 就摸了三张牌 那这一轮的话 我们反贼方优势已经很已经很没有 已经没有了 真已经没有了 然后中内中内方的状态已经很好啊 我们不管李典和刘表谁是哪间 但是他们的状态真的很好 估计服完这一轮肯定是保不住了啊 你一点很你一点和刘表这两个交肯定有啥 刘表是杖八肯定有啥 那 大战何惧小姐 哈 刘表还来杀我们 绘画少数 放马过来吧 哎 没距离我们是有杀 但是主攻有八卧阵不好打呀 那内奸一跳啊 李典是内奸 怪不得刚刚李典有一轮被明剑之后啊 他其实可以出两次杀 就没有杀蔡文青啊 把蔡文青留着了 好那来 绘画少数 放马过来吧 哎 这干嘛呀 他这样子啊 杀了冯彤啊 那如果啊 如果路神也在铁锁上啊 路神服完也在铁锁上啊 就是我们场上有 啊 我们 这 这刚刚是 是我们 庞统 曹瑞啊 都在铁锁上 如果路神和服完也在铁锁上 那这个铁锁的伤害啊 怎么传导啊 是按当前回合一时针结算啊 当前回合是 许楚啊 我们杀了庞统之后 就是我们 服完 曹瑞 最后是路神啊 不是 就是按我们许楚的逆时针啊 就是 庞统是第一个受到 属性伤害的 接下来是我们啊 按我们的逆时针结算就是 服完 曹瑞 路神是最后啊 不是庞统路神我们 还有 服完 曹瑞是最后啊 是 按照当前回合 角色的逆时针结算啊 就是按照我们许楚的逆时针结算 庞统是第一个受到伤害的 庞统是第一个受到伤害的 接下来是 剑须楚 服完 曹瑞 路神啊 就是按照这样子的角色 这样子的传导啊 所以大家的这个基本概念啊 稍微 清楚一下啊 好了那本期视频我们就结束了 那结束之前呢 彩虹再说一句话啊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了 好了 谢谢大家